風吹 風的天 你出 你的路 這幾十年來 人生的舞台 舞台的人生 我用我的青春 花園 淋亂的世界 短短幾句話 周克亮用特有的諸事自白 勾勒出自己的傳奇人生 追思影片既感人又感傷 我現在在腦袋裡 你在看什麼 你不要管我 秀場演藝圈打滾三十年 周克亮有不少圈內好友 影片中談到不少 和周克亮的互動 似乎更印證他的細如人生 對編劇大人 居然寫了一部短劇 非常符合他的人生 讓他把手遮住臉 用手這樣遮住臉的時候 我說你在幹什麼 他就說 我抱歉 我見笑 然後觀眾就哈哈大笑 出國前到出國後回來 他以前不替別人想 但出國以後回來以後 他到處都會 處處為別人著想 這是我認識的 周克亮最大的改變 人生的舞台 除了早期的秀場 周克亮出國深造後 也拍了不少 匯智人口的電影 我們每一年生日 他都會親手寫卡片送給我 那是讓我最感動的 現在朱大哥 又出國深造了 我在這邊很希望朱大哥 每一天都可以開開心心 在這邊做獨立的就是 一路好走 在另外一個世界 也是開開心心快快樂樂的 情形修練你的心 叫我們左右搬下去 影片最後放著一張又一張 諸葛亮和家人的合照 用影片感謝所有支持他的人 也為他精采的一聲 畫下完美句點 這張這張的表演 終於買了 演的是別人 全都變成我自己 謝謝 感謝大家靠我表演 靠笑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